大家好,接下来是由我来进行我们班的同性同出课程计划分享 这学期呢,可以看到我们班的孩子在校园当中带着相机到处去拍照 然后我们也完成了当初我们设定的进口的旅程 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进口的旅程 然后孩子们呢,他们去照完之后回来之后都会迫不及待的 想要存好之后呢,想要赶快看 所以我们班在分享的时候呢,这下我要讲的心肝苦谈快乐的部分 快乐的部分就是每次存回来的照片呢,我们就开始一起来欣赏 快乐欣赏的照的这些照片当中呢,大概可以分成大概是三类 第一类照片就是做领域照片 大家看都很累了,然后就会觉得像这样子 人跟身体同步之间不在一起的或是什么快速伞过去的或是那个模糊的 那基本上会跟孩子们讲说你看像这样的照片觉得也没什么领域,它就是模糊了 然后呢,稳定性不够,可以再加强 然后那个,不过他们看完之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还是一样觉得很好玩 然后再来第二类是搞笑照片 他在这边拿到相机之后就会很开心的看 探索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头发脸啊 然后每个地方都拍拍看,然后也是自拍看看 然后有些可能会做出一些创意的造型 然后想说因为这个每次班上都会大家一起看 然后觉得如果他有一些什么新的ID的话 大家也可以这时候去观赏 那他们觉得还蛮开心的 然后到相机都是很兴奋的 那当然也有人拿到相机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就可以拍出很不错的照片 所以也会去叫做美感照片 这是孩子们的作品 拍出来的就是,他们会到校园 定要说到校园各个角落 任何地方都可以拍照 所以孩子和拍照的地点很多元 然后而且那个取景也都很不一样 那孩子们看完了,欣赏完大家的作品之后 都会自己的省思一下就 嗯,对我之前照的不太好 所以呢后来就会开始会有很多人一趟晚 因为像我们是陆陆续续的 一号船二号、二号船三号这样接力的 开始就会陆陆续续 还没等到第二轮就迫不及待的说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还想要再拍一次 我之前照的模糊的,我想要再拍一次 然后我之前去极大不好 我发现怎么有些人还可以去到一些更厉害的地方 那地方我没去过 而且那个好美哦 我想要再拍一次 那我觉得很不错 那些求好的东西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他们能够去这样进而去想 然后我也听到有家长的回馈是说 他们家里的时候去拍照的时候 孩子会很开心的要去讲进 会想要去造一些 很多地方他就想要是自己能够去摄影看看 然后有些家长说 他也看到一些孩子还不错 很棒的作品哦 好,然后甘谷团的部分 因为今天是主题要先讲这个部分嘛 所以就是后来想说 那快乐的地方是这样子 那辛苦的地方呢 其实辛苦也还好 就是每一次他们照完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你每天都要记得 把他们照的照片做纯啊 分类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所以每天都会做一项这样的工作 然后也要做得很勤 然后我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就说 我分类我们家儿子的照片 也没有这么勤劳 也没有这么勤劳 就是很开心啊 然后因为他们很希望隔天或是隔几天 都能够随时不断的更新 看到他们的作品 那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参加教课是计划 所以有机会自己去写所谓的课程架构 然后课程的内容 然后去想那个 我要做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他会知道哪些的课程的指标 那这部分是之前没有很认真的去写过 然后这一次就是因为 知道自己有一些学习的目标 所以还特地去找了每个领域的课程 纲要然后去拉出他里面的 如果这个年段应该要对应到的指标是些什么 然后特地的往他全都看了一次 把需要的全都把它拉出来 我觉得虽然是蛮辛苦的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可是我觉得真的蛮值得的 能力有所增长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要再讲一下 刚刚我提到的我的计划的降落的仔细内容的部分 我的这个计划叫做同镜同出 那我简单把它分成路径跟出镜 路径的部分就是随手拍跟指导拍 出镜的部分是小好看跟大好看 什么意思呢 简单分活动的部分呢 第一个随手拍 那简单来说就是最基本的拍照除存 然后跟分享还是能够去说出来 再来指导拍的部分 我们班有一个是 有一个家长他是专业的摄影师 所以他是说下学期的时候 他能够进班协助就是输出他的工作经验 然后也分析一下看一下孩子们的作品 并且进行指导 那希望指导之后的作品也很有不一样的呈现 那活动上的部分是小好看 也就是现在我们也已经有在做的 未来也会继续做的就是 孩子会进行他的 看他们这样的照片之后 会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取景的 然后孩子会进行他的所谓的欣赏回馈 这学期末我们已经有进行的是 让孩子在所有 他自己的资料夹里面的那些照片 比如他自己去挑选出他觉得最棒的作品 我们帮他进行相片的输出 那在活动式的地方就是接续的 希望是未来在淘一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直接进行的我们的摄影展 那时候还要再进行的表框 那淘一节的时候呢 我们预计就是希望他能够去完整的去呈现 在这过程当中呢 就是建议的部分就是 如果未来有其他麦子想要做的话 就是不设限 然后创意乐无限 那我们要期待就是 淘一节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 Towata Kids的摄影首展 然后也欢迎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